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直到11月投票的时刻 假设是节节败退的话 那么这会影响到民主党总统大选 也就是影响到贺锦丽的选票 因此他升高了对于乌克兰军援的承诺 也就是说过去他曾经在一开始开战的时候 和普丁谈好的条件 第一个不攻击俄罗斯本土战场 只在乌克兰他打破了 在稍早几个月也是为了总统大选 他打破了 因为当时乌克兰已经节节败退 他说你可以打他 但是只可以打哪几个特定的军事设施 现在他同意他可以允许他使用美国 或是英国制的远程飞弹 直接攻击莫斯科 第一次宣布这个消息正好是9月10号 那天川普和贺锦丽辩论的时刻 而那个消息说 拜登准备批准乌克兰使用西方的远程武器 那是纽约18的报道 接着 普丁马上就直接的告诉美国 如果你同意这件事情 我就会对西方开战 他所说的西方主要就是北约组织 北约组织包括了美国 对美国开战的几率比较小 对英国开战的几率有 对附近的没有核子武器的国家 像波罗大海几个国家 或者是波兰等国开战的几率是大幅增加 德国也是如此 而美伊一听到普丁的威胁 马上就推迟了原来要放松乌克兰 可以使用远程导弹的相关的一个规定 而当普丁就这件事情提出警告的时刻 他也是整个俄乌战争从2020年2月24号 开打到现在为止 可能最危险的时刻 那未来我们要看拜登怎么决定 普丁要怎么决策 因为拜登也打破了他的承诺 他现在再进一步 普丁会不会做什么事情 这里头都很值得大家注意 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的副首 Vence最近在接受The Sean Ryan Show的时候 就直接提出一个和平谈判方案 人们认为这应该就是川普的方案 在这场The Sean Ryan Show 这个网络节目里头 他就说未来俄乌战争要怎么解决 因为川普曾经扬言说 他一天之内就可以解决 这句话是夸大 但他的解决方案清清楚楚 就是说把俄罗斯现在已经占领的乌东地区 化为非军事区 这其实非常像朝鲜半岛 它是38度线 可是它区域更大 就是整个乌东 克里米亚都叫做非军事区 那某个程度就是默认这个地方 由俄罗斯拥有统治权 但并不承认它拥有领土主权 可是乌克兰不需要承认这一点 乌克兰也不可以再攻打乌东地区 另外乌克兰必须承诺 不再申请加入NATO北约组织 而俄罗斯承诺不再入侵 除了乌东之外 乌克兰任何其他的领土 乌克兰9月10号出动近150架无人机攻击俄罗斯本土 泽文斯基要告诉普丁 你自己引爆的战火已烧进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这个普丁承诺战争有不会到来的地方 乌军还控制库尔斯克上千平方公里的地区 促使俄罗斯调度三万五千名士兵 到库尔斯克展开反攻行动 乌克兰袭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 巴电厂和军工厂 其目的是破坏后勤并增加谈判重骂 以为将来和谈取得更有力的位置 Ukraine is increasingly taking the fight to Moscow with long-range strikes made possible by a booming homemade drone industry as we saw last year AirLogix is one of more than 200 domestic drone manufacturers that have increased local production more than 100 times Their flagship drone, the Gur, can fly as high as 10,000 feet 但乌克兰使用国产无人机 攻击俄罗斯本土的效果有限 要取得更多谈判优势 需要西方盟友提供的远程武器 英国首相施凯尔9月13号访问华府 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讨论的议题之一 就是是否解除远程武器 不得用来攻击俄罗斯本土的限制 目前美国仅同意乌军使用美制武器 进程攻击俄罗斯边境 英国以表态愿意批准乌军使用英国的远程飞弹 攻击俄罗斯本土 希望白宫也站在同一阵线 纽约时报指出 拜登考虑支持盟友的决定 但条件是不允许乌军使用美制远程武器 攻击俄罗斯本土 而在施凯尔和拜登会面后 美英都没有表明是否解除限制 白宫声明仅重申 美英会持续坚定支持乌克兰 BBC指出 拜登还在犹豫 因为担心一旦解除限制 恐激怒普丁 普丁六月就说过 西方武装乌克兰攻击俄罗斯本土的话 俄罗斯也可武装西方的敌人攻击西方 美国中情局认为 俄罗斯可能会协助伊朗攻击在中东的美国军队 现在普丁明确划出红线 表示美欧同意乌军使用西方远程武器 攻打俄罗斯本土 等于北约国家直接参战 而这将改变俄乌战争的性质和规模 俄罗斯9月13号卸下马威宣布将六名英国外交官驱逐出境 指控他们涉嫌间谍行动 英国外交部表示 俄国指控毫无根据 且莫斯科8月初就向伦敦通知驱逐决定 这六人已离开俄罗斯 莫斯科却选在英国首相施凯尔 访美之际公布这个消息 被视为是用来惩罚持续远污的英国 并借此恫吓远污的西方国家 但乌军调动军队攻击俄罗斯本土 也造成东部敦巴斯地区失守 俄军扩大东部地区的占领地 俄罗斯防长绍伊古说 在8月到9月的八田内 俄军又占领近1000平方公里的地区 更加接近攻占乌军补给线所在地 波克罗·富斯科市 CSIS资深研究员拜文认为 乌克兰恐因此失去更多领土 而且俄罗斯现在更无需担心 弹尽原决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9月10号表示 伊朗已向俄罗斯交付进程弹道飞弹 预计几周内就可看到俄军 使用这款飞弹攻击乌克兰 伊朗和俄罗斯9月11号 都驳斥布林肯的说法 伊朗外长繁殖美国 军援以色列在加萨进行种族屠杀 美国财政部宣布 对伊朗和俄罗斯个人和实体 实施新一波制裁 这些举措对莫斯科和德黑兰来说 并不意外 也不会导致任何一方改变路线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分析指出 提供飞弹给俄罗斯 对伊朗来说是良好的投资 只要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持续投入资源支援乌克兰 他们可用于对付伊朗的资源就会减少 也就是说伊朗可借由俄罗斯攻打乌克兰 消耗西方盟友的资源 增加自己的安全保障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当普定一威胁之后 你如果同意乌克兰可以使用你英国制 或美国制的远程导弹 那我就攻击北约组织的成员国家 英国首相施凯尔正好在白宫 立刻的和拜登展开双方的协商 就推迟了他们做这项决策的时间 某个程度很可能就不会同意承诺 乌克兰可以使用这个武器 但是除了英国跟美国之外 另外一个很紧张的国家是德国 德国在国内的民意之下 因为他们跟乌克兰的土地是靠的最近的国家之一 所以它是除了美国之外 对乌克兰最大的军援国家 而整个德国的国内反对 介入俄罗斯的战争的民意相当的高 这使得亲俄的诉求 变成在最近的选举里头一一胜出 这使得德国的总理肖子 立刻的开始政策急转弯 在德东地区的另类选择党 就是我们所称的它的极右派政党 甚至以纳粹为他们的偶像 领袖的象征的这样另类选择党 所以会胜选的原因 事实上是跟乌克兰这场战争是有关系的 上方多的乌克兰的奈民逃到德国 也逃到德东地区 他们某个程度来讲 肖子的急转弯里头 从没有上线的原屋 到要求乌克兰必须停战和谈 而肖子的德东吞败选举以后 乌克兰也就踩下了 相关的乌克兰军员的踩刹车 德国不再跟英美同步来支持乌克兰 这是一个国际政治的现实 而根据民意调查 在德东地区进办的选民反对 继续援助乌克兰 而德西的 就是原来的西德地区的 他们却认为应该继续乌克兰 但是民调也没有显示 显示大部分 也只是60% 所以最后的结果 就是肖子希望施压基辅 要求他们指战求和 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代理人战争 一个非常悲哀的一个情况 在八月初乌克兰成功突袭俄罗斯领土库尔斯克之后 8月22日德国总理肖子在出访摩尔多瓦时公开重申 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停止 不仅是口头上的支持 肖子以欧洲最大经济体的气势 强调对乌克兰的精元 欧洲全部加起来都难以忘记上背 但两周之后的9月6日 佐伦斯基飞到德国法兰克福会见肖子 两人短暂地面对媒体 然后进行闭门会谈 没有记者会 肖子更没有发表任何声明 同一天稍晚 在与德国国防部长的会议上 佐伦斯基再一次感谢德国 面色凝重 三天之后 9月10日 肖子在柏林接见外交使团时 首次公开表示 未来的和平会谈 俄罗斯应该参加 请各国支持 短短几天之内 肖子从只要有需要 德国不会停止支持乌克兰 转为俄罗斯应该参加和平会谈 请各国支持 发生了什么事 德国另类选择党9月1日 在图林根 已近33%的选票 是自纳粹以来 首次在地方选举中 获胜的极右派政党 另类选择党亲俄的路线 并不损害其一切为德国的爱国诉求 因为谴责美国势力 把德国拖入冲突 呼应了在经济方面 几十年来 俄罗斯一直是 廉价能源的可靠供应者 因此 只有结束乌克兰战争 德俄关系的和平 以及北西管道的重新开放 才能为德国带来繁荣与稳定 而另一个重要的选举结果 是这位来自极左派共产党 新民粹女性领袖的突破 沙拉瓦根克内特 她以个人名字缩写 创立的联盟 以15%的得票率 紧追基民盟 和另类选择党 在德国统一34年之后 无法与西部 平起平坐的身份认同 导致了对未来移民的排斥 而对东德的怀念 使得另类选择党 与BSW两个在政治光谱上 极右与极左的 两个政党最大交集 竟然是主张 与俄罗斯重修就好 全力反对继续军援乌克兰 9月1日的选举结果 显示了 在这两个身具 指标性的东部地区 有超过半数的选民 反对继续军援乌克兰 不同于公开使用纳粹口号 笼罩在党内重要人物 涉嫌接受俄罗斯贿赂的 嫌疑之下 正在受到调查的 另类选择党 沙拉瓦根克内特 反对继续军援乌克兰的论述 效应更大 因为他只用了七个月时间 就越居为萨克森的 第三大势力 远远领先 得票只有6.4%的联邦执政党 肖兹所属的社民党 这或许才是肖兹在 摩尔多瓦与法兰克福之间 短短三周不到时间内 对于乌克兰态度转变的原因 9月22日 布兰登堡将迎来 东部地区的第三场选举 10天之内 无法逆转移民问题 只剩下支携乌克兰军援了 就在拜登表示 正在为取消乌克兰 对俄罗斯境内目标 使用远程武器的限制 努力的同时 向来与美国同步同调的德国 不但没有高深负荷 反而在同一时间 破天荒的公开主张 俄罗斯应该出席 和平会谈 就是欧洲有可能成为英美 日内瓦圆巫大败败的马克宏 在他一手造成的法国政局混乱之下 现在只能无声甚有声 面对英美正在为允许 乌克兰攻击俄罗斯寻求解套之际 一位被削弱的跛脚法国总统 一位惨遭选举滑铁炉的德国总理 终于改嫌异彻 不再为白宫试问 消极等待美国大选结果 而被迫积极主动的催生 那个迟早要来的 结束战争的和谈 美国人普遍已经遗忘了阿富汗战争 在9月1日的时候 美国全国群情愤慨 9月1日发生之后 10月份美国对阿富汗展开了战争 而这场战争并没有建好就收 他们推翻了当时的塔利班政权 扶植了亲美的阿富汗政权 可是从此除了首都卡布尔 在亲美的阿富汗政权掌握之外 大多数都是军阀格局 而这些军阀本身也跟塔利班之间 维持一定程度的合作关系 然后最后一步一步一步的 连原来的亲美的阿富汗政权都停不下去 而美国在阿富汗战争所牺牲的人数也相当的高 美国因此陷在阿富汗的泥闹当中 从2001年到2021年的时候才正式的撤军 时间将近快要到20年左右 某程度现在刚好是911 如果从200算到现在 是23年的周年纪念 可是在这个周年纪念的时候 美国的众议院公布了一份阿富汗撤军的报告 当然中院现在是由共和党所掌控的 可是这报告还是有 不完全是一个党所写出来的一个报告 中院的报告里头 直指当时最重要的不是发动战争的小布希的问题而已 也不只是奥巴马为什么那么晚都没有撤军 而是直指拜登撤军的时候 没有很完整的准备 也没有很清楚的计划 包括他的国防部长奥斯汀 包括他自己本人等等 这个报告直指拜登 而且原因报告炮轰拜登 这是共和党 把报告拿出来 就是说你根本就抛弃盟友 而那个时刻阿富汗的总统是甘尼 甘尼是一位Berkeley的经济学的教授 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 所以他不是nobody 也不是当地的一个军阀 不是的 他在那个时刻被认为逃走 他曾经接受访问 他说我怎么叫做逃走 我是被抛弃的 因为美国在那个之前连离我们卡布尔 没有多远的一个军事基地 他但夜深夜都走了 留下一堆垃圾 第二天我们的人才发现 我们走的时刻已经是塔利班 包围的卡布尔 在那个时刻 他们一旦进城 他自己就要变成被杀的对象 所以也没有人要跟他并肩作战 因为美军自己也在撤离 所以整体而言 这次阿富汗报告在这个时候被提出来 目的是什么 因为美国的爱国主义里头 有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的尊严 所以你不管是看DNC 就是民进党党代表大会 还是共和党的代表大会 在下面谁讲一句话 大家就很兴奋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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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他就是爱国主义 是整个美国最重要的民族主义的精神 而谈USA 就是美国要再次伟大起来 美国一定要让他的敌人打败 美国一定要让普丁知道美国的厉害 都是这种类型 下面就会喊USA 所以他是其实非常很像 好莱坞的电影型的民族主义 而在这个情况里头 公布阿富汗的报告 说拜登是美国蒙凶 那现在他们也不会讲拜登 说拜登和Kamala Harris 就是说拜登跟贺锦丽 所联合形成的政府 让美国蒙羞 而这个时刻 在9月的时刻 有些阵亡的家属 在当时撤退的时刻 这些阵亡的家属都纷纷出来讲话 他们也说拜登政府有责任 而拜登希望能够接见这些家属 给他们安慰 他们拒绝见拜登 9月8日 一份有共和党主导 历时三年 长达350页的阿富汗撤军调查报告 正式出炉 报告指出 拜登政府撤离 并非战斗人员的决定太晚 而是华盛顿各部门之间 以及与阿富汗官员之间 没有沟通 搞砸了符合离境条件的 阿富汗平民的离境手续 报告结尾称 我们抛弃了阿富汗盟友 让塔利班对他们进行报复性的杀戮 而我们曾承诺要保护阿富汗人民 这严重损害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声誉 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 希望这份报告在总统大选前出炉 勾起美国人对当时阿富汗 仓皇撤军的愤怒 并且将普丁侵略乌克兰连结起来 正如川普在辩论会所言 美国总统令国家蒙羞 俄罗斯才赶唐儿皇居地侵略乌克兰 白宫立即予以反驳 现在有些其他误仪 太多了要 mention 有些人出现 我会拖替他们 Если你对眼过 ups 有这种课程的画出 准备 完成了冬军的军军 有所有预协议 议 简直到辩柱 THE 法院的军军权领袋 所以当我们准备他们当作出 逢备 他们会被齐了 二 了解多少 事情会发现 在奥区 但这样的说法无法说服多数人 尤其是牺牲者的家人 对父母而言 丧子是永远的伤痛 当年没有把车军可能出现的现况相加计划 而且胡乱撤出空军基地 甚至为高支阿富汗政府 拜登指挥的混乱责任无法逃避 至于阵亡将士家人对拜登政府的指控 白宫表示匆忙撤区是由前总统川普 与塔利班达成糟糕的协议 而拜登只是接了一个难以卫系的局面 13位劝职军人的家人 他们要的无关川普还是贺锦丽当选总统 他们要的是一个真相 一个诚挚的道歉 911事件23年后 美国众议院授与阿富汗撤军期间 在喀布尔机场遭自杀式炸弹袭击 而牺牲的13名军人 最高荣誉的国会津职奖章 我认识很多你们还未听到这些话 所以我会说 我们很抱歉 美国政府应该都做了什么 以保护我们的战争 那些死亡和伤亡在阿富汗 都得了我们的最佳努力 那些家庭留下来取材的部分 都得了保证和认识 他们负责了自由和民主 他们负责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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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负责是最高荣誉 能够负责的共产 但不负责可以重新负责 但不负责可以真的负责 是我们负责的责责 为我们负责 但仪式并不意味着意见争议的结束 美国为了报复911事件 于2001年10月发动阿富汗战争 打了近20年 除了首都喀布尔之外 各地军阀各剧 最后又和塔利班和解 从小不惜欧巴马到了川普时代 阿富汗战争败向遗漏 被推翻的塔利班政权卷土重来 美国扶持的阿富汗政府完全挡不住 干脆一一缴械 逃亡的阿富汗前总统甘尼 直指川普和塔利班签署和平协议 接下来拜登更是完全不告知 也不和阿富汗总统府协商撤军计划 一个离首府不远的军事基地 美军深夜撤离 留下满地的垃圾 而阿富汗政府完全不知情 他不是逃跑 而是大势已去 不得不离开 关于谁应该为此负责呢 为了我 是 General McKenzie 是 General Milley 是 Secretary Blinken Secretary Austin 然后当然 它走到最高 我有些真正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七后变迁最重要的计划 巴黎协议是在巴黎通过的 巴黎永远让人惊艳 他最近推出了一个让整个巴黎城市降温的计划 这个降温不是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时候 我要天然气 我要不能够烧煤炭 我要烧可能 都不是 他的重点就是他要搞一个地下冷却系统 他要把塞纳河 让一种特殊的方式 把塞纳河的河水降到只有摄氏4度 然后导入地下以后 就让几个大的建筑物里头 就享有地下的冷气空调 而因此把整个巴黎城市降温 尤其是几个大的建筑物 如果它可以成功的话 它将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创举 我们有基隆河 淡水河 很多城市 高雄有爱河 很多城市有河的 都可以学习巴黎的做法 这是一大创举 花都巴黎没有冷气 有人说 因为它会导致气候暖化 而且还很丑 在巴黎最美的地标之一 罗浮宫就没有冷气 陆福工不使用冷气 阿丽莎在月浪中保持微笑的秘密 来自地底30公尺下 now underground pipes carrying chilled water do the work more than 800 Parisian sites are connected to this little known maze pumping out icy water through 105 kilometers offices, museums and even the national assembly have ditched their AC units in favor of this urban network the process begins here in one of 12 underground cooling factories scattered across the capital 它引入的是塞纳河水 过滤后使用绿能冷却 再注入地下水网 透过热交换器吸走建筑的热气 让室内温度低于户外5-8度 再将升温至摄氏12度的水 回排进塞纳河 一往一返,行程封闭循环 冬天时气温下降 还能为系统提供 源源不绝的免费冰水 这套都市公冷系统 把冷气变成了公共财 都市公冷系统就像自来水打开水龙头 让家家户户都能享受 而且只要付冷冻水费 冷却管道的电价 每兆瓦时137欧元左右 远低于使用冷气的费用 此外,使用过的水 将最终通过四条管线 流入河流 温差对塞纳河中的动植物 不会有影响 如果所有建议都能够 自行设计 在这段时间 这将会有影响 有很重要的影响 有很重要的影响 所以这将会有影响 在新闻的城市 在新闻的设计 我们开始认为 如果我们继续 我们会有影响 我们会有影响 一度的高度 1990年最初为罗浮宫 大黄宫等 著名文化建筑提供冷却系统 未来将从学校开始逐步扩展 还有这栋建于60年代的医院 也将成为首个淘汰空调系统的医疗机构 我们的医院,像每个其他医院的医院 遇到的影响预复 工厅的医院,工厅,工厅的医院 必须保留在一定的温度 而我们努力继续继续继续 我们的患者是一个问题 而我们的工厅在特别的工作 工作长时间在温暖的温暖的温暖 而有不少大型公共建筑 早已选择淘汰空调设备 巴黎的勒蓬马歇百货公司 2016年开始使用 消费者完全没有感觉热 当你进入,你真的能感觉到不同 它就像任何其他店员 有空气温暖的温暖 它不是很温暖的 而与传统空调系统相比 这种方式的耗电量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五 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一半 能源效率也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巴黎市政厅已签署一项 雄心勃勃的合作计划 要在2042年将城市冷却系统的规模 扩大两倍 达到252公里 成为世界第一 为巴黎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气候目标 注入强行针 模拟2032年巴黎遭受热浪袭击 气温连续十天超过摄氏50度 法国人进行演练 因应可能发生的灾难 但这恐怕会是提前发生的事 国际能源署预测 2050年冷气将遍及全球三分之二个家庭 能源需求暴增三倍 而法国应对极端天气面临许多挑战 目前已有四分之一的法国家庭 因酷热装上了冷气机 法国政府2024年1月发布 2040年使法国成为欧洲最大绿能经济体 愿景报告 便指出 2005年至2018年间 法国全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近20% 但GDP仍增加15% 要求强化减碳措施 在2040年成为欧洲绿色法国 未来20年塞纳河制成的冰水 将发挥更多效用 延伸至医院 学校 养老院和地铁站 甚至还有可能流进民众的住家 日本自民党在9月12号的时候 公布总裁的选举公告 总裁就是我们讲了党主席 9月27号要进行投票 为什么一个党的党主席选举这么重要 他们称之为叫总裁 因为日本从战后一直都是自民党 一路执政 只有两次下台 而两次下台都刚好发生了 要不然就是板神大地震 要不然就是攻城大海啸 所以最后自民党很快地 又回去原来的执政党的位置 所以是谁当选了日本自民党的总裁 谁就会是下任的首相 而目前他是参选爆炸 有9名候选人 排名低的是原来大家很熟悉的 小全纯一郎的次子 就是小全的儿子 日本是一个很世代 属于世家而参政的一个国家 不太像我们很讨厌 权贵的家庭的小孩来参选 也不一定了 有些人权贵家庭是很容易当选 但日本在这方面是特征的 相当是属于贵族残权的一个风格的一个国家 他的儿次子是1981年出生的 非常年轻 所以如果他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 将成为日本最年轻的手下 目前他是支持率第一 但是排到他第二名后面的是很紧咬着他 他是自民党现在的干事长 石破茂 小全近次郎是以25.5支持率第一 而石破茂是24.4 双方差距很小 第三名就差距很大了 就只剩下8.5% 那目前最值得注意的是 所有的候选人 主要几个候选人都以修宪 作为他们的诉求 修宪而且交由公民 所有的公民 全部由公民来复决 公投复决 公民复决就是要让战后 因为日本当时是侵略国 所以他们有自卫权 那要修改这个自卫权 日本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 可以某个程度要扩大整个自卫队 要写入宪法这件事情 但对日本来说改变 他们称为这叫改变和平宪法 那这是因为二战之后 它是侵略国 那现在他们认为 面对中国的威胁 这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所以这一次自民党诉求 在这件事情 不止没有分歧 相当的一致 那原来有争执的问题 都是派系里头的政治献金 那自己问题 那日本的派伐政治 跟政治献金问题 一直都是日本政坛的丑闻 但这次也不例外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日本即将进行的 自民党的总裁选举 而谁会是总裁 谁就是下人 在日本手下 自民党总裁选举 这个参选人数超越2008年 和2012年自民党总裁选举 创下自民党参选人数 最多的一次 参选的9人当中 民意支持率最高的是他 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次子 小泉静次郎 他在9月6号召开记者会 正式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 小泉氏は父親の小泉純一郎 元総理大臣の秘書を務めた後 2009年の衆議院選挙で 28歳の若さで初当選しました 2019年には 安倍内閣で環境大臣に抜擢され 38歳で初入閣 身為政治家第四代 小泉静次郎 一直被视为未来首相候選人 小泉明確表示 会在一年内进行涉及政治 经济及社会領域的三大改革 今回の総裁選は 自民党が本当に変わるか 変えられるのは誰かが問われる選挙です 自民党が真に変わるには 改革を唱えるリーダーではなく 改革を圧倒的に加速できるリーダーを選ぶことです 根据日本時事通信9月9日最新民調 小泉静次郎以25.5%的支持率位居第一 如果勝出 他将成为日本最年輕的首相 不过日本首相選举 名義高低并不重要 能获得多少同志支持才是關鍵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次有多位候選人 包括民調第一的小泉静次郎 都将修宣作为競選的重点議題 民調位列第二的前自民党幹事长石破茂 也主張修宣 憲法改正自衛隊免許必要なことです だけど安全保障基本法がない 本当にそんなことで良いのだろうか どうやってこの地域の平和と安全を守るのか 我々は根幹から考え直し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ります 私は国の究極の使命は 国民の皆様の生命と財産を守り抜くこと 領土 領海 領空 資源を守り抜くこと そして国家の主権と名誉を守り抜くことだ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作为保守派 民調第三的高氏早苗 以安倍晋三的亲信文明 他在2021年参加自民党总裁選举时 获得了安倍的支持 但是当时仍然未能进入第二轮投票 高氏也一直被视为 是日本最右翼的女性政治人物 9月4日 美国陆军部长在维吉尼亚州 一场国防論壇表示 今年以来 美国在菲律賓部署中程导弹 有不错的效果 接下来美方有意在日本西南岛屿 部署中程导弹 以加强嚇阻中国 纽约时报报道 随着中国部署军队越来越接近美国 在亚太地区的长期合作伙伴 像是台湾 日本和菲律賓 人们对于万一爆发冲突 可能出现沟通不良或升级的担忧 也随之增加 总裁选举将于9月27日进行投计票 可以想见的是 无论是谁当选日本首相 进一步提升自卫队战力 强化美日同盟的大趋势 似乎已成定局 这世界的确有令人 相当多令人失望的纷争 但是让我们来看苏格兰高地 如诗如画 非常的美 而他非常重视艺术 并且他成了现在很多人 希望到国外去旅行投的首选 非常谢谢大家收看今天 文庆的世界周报 跟文庆的世界周报欧洲版 我们明天见 文庆的世界周报 未经许一年